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 我是董佳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局 几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 本周周冷官的消息 中国大陆第一艘的 大型的国产的零七五两栖攻击舰 今天正是在上海下水 于是中国大陆打造 未来这个两栖登陆部队 有了新的大型的装备 而现在只有中国和美国 能够造出这样四万吨级的 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情报说中国要造四艘 这类型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到底有什么用 对未来的两栖渡海桌上 有什么启示呢 今天会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台湾秘密地邀请美国 日本 包括亚洲的日本等国家 相应地参与所谓联合的 网络攻防的作战 台湾要掩饰 如何抵御各类型的网上的攻击 包括黑客 台湾以往不太注意这个资讯战 现在在美国帮助下 提升资讯作战和反制能力 另外美国也要把台湾 纳入美军的所谓 网络风险作战的评估的系统 对台湾大为地提升 今天也会关心 另外一个消息是日本 日本连串的动作 一方面在西南驻岛设立 正式的电子部队 侦察解放军信号 另外与美国首度展开的 日本本土的 岸对舰导弹的试验 也是反制解放军的舰艇 还有就是澳大利亚的战机 飞到日本展开联合的作战演训 指向东海 今天各位分析 还有留下 最近波斯湾局势非常的紧绷 而且美军不断地增兵到沙特周边 可能要爆发战争 伊朗这个时候宣布 将会拉上中国俄勒斯 展开印度洋周边 展开联合的军事演习 那么波斯湾一旦爆发战争 中国 包括俄勒斯 到底会不会军事出手呢 今天各位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 就去新军请提报 来看最新的军事消息 有关台湾连串的 军事情报动态 来分享一下 首先看到台湾的媒体 披露说台湾的军方首长 严德发在台湾的立法院 首度公开地证实说台湾军方 现在有意购买美军 美国陆军现役的自行的火炮系统 而这种自行火炮非常的先进 密集的远程的攻击力 台湾已经拟定计划 希望秘密地购买 美国陆军先进的自行火炮系统 而这种美国现役的自行火炮系统 能够自动地发射 自动射击 而且是快速地攻击 从接战到攻击 只需要一分钟时间 快速攻击 而且射程居然可以达到 射程达到3万米这样的一个远程 也是台湾军方虽然所谓的 精准的远程的秘密打击武器 一旦买到的话 将可以威胁到对岸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阵地 同时台湾军方也声称 台军现在虽然买到了 美国的MA2的坦克 但这是山地作战和丘陵作战的 主要还是要依靠自行火炮 展开远距离的攻击 而台湾说台军现在的火炮 非常的老旧 台湾现在现役的火炮 一般都已经服役了20多年 最老的台军现在最老 还在服役的牵引炮 已经服役了68年 可以说是非常老旧 台湾军方希望用10亿美金 10亿美金买到100辆 将美军现役陆军的自行火炮 而且有非常精准的定位能力 还有能够自动的攻击 一分钟的快速打击 同时台湾军方首长 严德发还公开披露说 在美国卖给台湾F16V战机 分批交给台湾未来5年 分批交到台湾手上之后 将会优先部署到所谓台东基地 66架F16V战机部署到台东主要 是因为台湾东部 台岛东部可以隐藏实力 一旦开战 不会像台岛的西部一样 被解放军第一第二波的导弹攻击 毁掉这个基地和机库 所以优先会部署到台湾的东部 而且严德发台湾的军方首长 还声称一旦获得F16V 升级版本的F16V战机 能够有效地应对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坚令战机 他甚至说F16V一对一 来对解放军的坚令战机一对一打 是可以打得赢的 不过台湾的军事分析也说 严德发这个说法是不符现实的 第一 因为现代的空战 实际上已经很少出现一对一 战机一对一来进行这个缠斗的 已经基本上这个概率是零 都是大击群远距离攻击 确实F16V这个美制的战机的升级之后 它在近距离作战缠斗方面 是有它的机动性能很强的特点 但是别忘了解放军这个 G20战机现在是隐形的战机 而且配备了超视距的空空导弹 也就是说在F16V战机 根本还没接近 还没发现G20的时候 G20可能就超视距远距离 用导弹击毁了F16V 所以这个所谓缠斗的情况 可能并不会出现 那么这就是关于战机台湾的说法 另外一个消息来注意到 也是台湾一个最新的动态 是台湾的亚太防卫杂志 最新一个情报文章评估说 最近一个消息提到是中东 我们知道沙特的油田油库设施 被无人机还有导弹击毁 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么当时由于沙特 也是买到了美国的爱国者三星导弹 但是沙特的爱国者导弹 并没有能够拦截到无人机 包括来袭的导弹 让沙特损失砍中 这一个战力 让台湾军方也高度地警惕 台区秘密地展开了 连续多天的秘密地检讨 因为台湾现在也是有大量的 从美国买到的爱国者二星 爱国者三星 包括台湾自己的所谓 天宫型的导弹 来形成台湾的导弹防御网络 现在沙特这个案例说明了 爱国者三并不保险 台湾有最新的情报评估 相信了 光靠爱国者天宫的所谓导弹 根本难以拦截解放军 导弹的导弹的导弹 导弹的导弹打击 台湾军方说第一 第一 台湾已经在过去几年 秘密建立了所谓台湾导弹预警中心 而这个导弹预警中心 最主要是要征搜解放军的 中短程面向台海的 中短程导弹的相应的轨迹 还有发射的阵地的位置 速度还有弹找点等等的情报 这是第一 第二成立了台湾的所谓 导弹预警中心社会 与美国日本交换情报台军声称 已经把这个预警时间提前了7分钟 也就是说发现敌方发射导弹 发现解放军导弹可以比原来 要早多7分钟来做准备 但是第二 台湾军方也提到 现存的导弹量其实是相当不够的 台湾现在从美国买到的 这个爱国者导弹 加起来全部放的发射车 只够放一次 注意 只够放一次 没有还击之力 而且现存的600多枚的爱国者导弹 即使加上天空导弹 能够拦截解放军导弹也是微不足道 为什么呢 一般按照实际的战力 两枚导弹拦截一枚来袭导弹 台军说即使600多枚的爱国者 加上天空导弹 也难以拦截解放军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 连续的导弹波次的打击 解放军如果出动1000多枚的 中坦程导弹 连续的饱和的面打击的话 台军的量根本不够拦截不了 另外台湾军方说要考虑的 是未来可能要引进 买到美国的所谓萨德系统 中程的导弹拦截系统 陆基中程 就现在美军放在韩国的 萨德系统 这是极大的挑衅 台湾军方声称 现在要向美国买到 这个萨德系统是有借口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近几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导弹 突飞猛进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除了大量的升级以外 关键第一是电子干扰 解放军导弹在发射之前 或者发射过程当中 会实施电磁干扰 电子干扰 让台湾军方难以侦测 另外一个是释放诱饵 迷惑台湾的侦搜设配 第三个是导弹弹体的隐形设计 所以台湾军方说 才能够有效地拦截解放军 另外台军也提到 最重要的一点 除了要掌握解放军的导弹 升级的情况 还要掌握解放军 对台导弹发射计划 这个极机密的情报 因为台湾说 只有掌握这个计划 才能有效地进行拦截的防范 而这个解放军的 对台导弹攻击计划 包括了解放军的导弹 对台攻击的主要目标 分不同的波次 包括攻击的依次的次序是什么 还有解放军发射的阵地在哪里 等等等等 台湾说必须掌握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所以洪耀林可以携带 及时针的有效载握 能够有效地打击 隐秘地接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逼近美军的攻击基地 不是中国这个激进来的 以从洪耀林可以在敌方做出 打击反应之前 实施秘密的潜伏的打击 正在打击第二岛林以外的目标 包括美国在日本 所有的接近美军的 关岛基地和菲律宾上 另外 根据军情观的审量 物掌握最深的情报 在下周既竟举行的 也结果70周年 国庆大阅兵当中 中国的洪耀林战机并不会亮相 因为洪耀林还没有正式的入役 现在解放军仍然是以洪6K 作为阅兵的主力 包括在中俄军典当中 洪6K应该多加速地出动 就此解放军在北京展开的 大堆的阅兵彩排当中 出现了改进向洪6M 引起了外星关注之意外的亮相 西方最近的情况说 解放军改进向洪0M轰甲级 可以现在两枚射程 达到1500公里的KP20 或者是常见实际性的巡洋导弹 包括一定可以期待 两枚追导射程 达到200公里的KP63 公路的巡洋导弹 具备极大的战略威慑能力 而解放军的洪0M轰甲级 在这次国庆的阅名当中 亮相意味着 它已经少量在解放军正式的服役 据香港新岛热泡不倒9月下雪 吉里巴斯正式宣布于台湾 断绝了16年的官方的关系 吉里巴斯正式与中国大陆 建立外交关系 情况显示 至于吉里巴斯与中国大陆 意识冤冤生神 中国大陆第一个的 航天海外的测空战 就是秘密建立在吉里巴斯的岛屿上 情况显示 中国大陆与吉里巴斯曾经 1980年建脚 由于吉里巴斯的 地理威势特殊 早在20多年前 中国大陆最近在当地 建成了航天的车空战 用来遥控解放军的 灾人的航天工程 行驟解放军 北斗卫星系统 因为系统的遥测 同时透过吉里巴斯的 基地多次完成了中国的 锁定侦测美国的军事设施 由台湾的军方消息 向军吉里巴斯南部成为 中国大陆过去意识证据 在太平洋岛国南太平洋 建立解放军新的军港 化成一条新的军事拉链线 就在9月份 中国大陆接连于所罗门 和吉里巴斯展开建交的工作 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 印太战略的布局 会有很大的冲击 香港的信号 也输出以前的情况说 吉里巴斯东部的岛屿 最北端距离 美军太平洋建制 所在的下方已只有1600公里 战略位置非常显耀 同时 中国大陆 这次与吉里巴斯建交 也会极大的加强 中国的第三岛链的军事拓展 据英国BBC说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对伊朗追加制裁 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宣布 要切断伊朗所有资金来源 不让伊朗买到军备 特朗普还特别逼准的海湾 要增兵不超过几千人 是一个沙特阿联的球球 主要涉及的是美军的空中力量 和导弹防御部队 而美国之前已经在波斯班 部署了林肯号的 核动力航母战斗区 和各种美军的战略轰炸机 特险队威胁到波斯班 和中东地区 美军生成要保持在波斯班的 常态美军部署航母 另一方面 伊朗办官方的同学 已受伊朗军方高层 生成伊朗很快要和中国与格勒斯 在阿曼湾印度洋的北部公海 展开联合的演习 最终是伊朗和中国与格勒斯三国 首次在印度洋展开的联合演习 伊朗军方的高级将领生成 这一次中国 格勒斯 伊朗的军事演习 包括战属和军事的交流 彰显中国 伊朗 格勒斯三国的 政治目标 态度是一致的 同时在演习期间 中国 格勒斯 伊朗三国的 国务部长甚至高级将领 会抵达到伊朗 根据薰提侯的小辣幕 掌握最新的情况 目前正在地中海礁 伊朗部署的俄军的导弹巡洋舰 包括中国大陆 正在亚洲湾护航的解放军的 052第一型的神盾戒 西林舰等舰艇会 海域会派到伊朗的海域 参与中国 格勒斯 伊朗 在人和海上演习 而伊朗海域将会派出 千针级的导弹去扭建为首的 伊朗近买出了舰艇 几十架的军机 包括无人机 参与中国 格勒斯 伊朗的联合演习 香港许多年指出 中国两年前就和伊朗 丹国联合演习的兵力和美军 和沙特区内的美军的武器装备 有明显的差距 有中国大陆的军事学姐分析说 一旦中国与格勒斯高调的产举 伊朗的海上的演习 显示 中国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 会军事支持伊朗 好 频道提到波斯班紧张的 战役密布的局势 特别是沙特最近又有天有产的 被攻击过 看来美国可能真的要在这里动手 要问一下马先生 现在伊朗在这个时候高调地宣布 除了自己演习 除了阅兵以外 要拉上中国俄罗斯也要在附近 展开实战演习 中国会不会在关键时候出兵相助 这个兵是已经出了 到底出不出手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伊朗和美国动手的可能性很高 而伊朗最怕的就是美国的航母 那对付航母呢 中俄各有高招 俄罗斯的万吨巡洋舰呢 它是有花岗岩反舰导弹 这花岗岩导弹厉害在哪呢 就是它重量级 它是核长兼备 那不说核弹 单说它的常规弹头也是一吨 这个超重的 要是重了一颗 什么剑都得玩 但是呢 中国的052D呢 它这个吨位比较小一点 它那个导弹的弹头只有100多公斤 但是它是密集 它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64个如果是导弹一起盖过去 这种饱和轰击 是任何航空母舰呢 都是要重视的 所以中俄两军反舰 反航母的实力可能是在这个中俄 伊朗的这个演习当中呢 是要比拼一番 好 马先生呢 提到波斯湾的局势战役密幕 特别是呢 中国会不会在关键时候呢 出兵帮助伊朗啊 我们观察的指标 还要看到的时候 除了解放军在亚丁湾 常态护航的海军编队以外 是不是会在近期 派出更多的海军舰艇 奔赴这个区域 也是一个指标啊 我们先放一篇 本周另外一个小点在日本 日本连串动作 包括电子部队 侦测解放军 另外美日首度在日本本土 展开反舰导弹攻击 而且澳大利亚战机专门 飞到日本展开演练 看一个片段 据新加坡两个导播报道 日本为了加强在东海 冲绳周边海域上的 海陆两栖的反击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力量 日本政府要强化防导的战略 日本决定在九州岛 熊本县投入新的 日本电子作战部队 考虑把自卫队 之前成立了电子作战部队 与新组建的电子作战部队合并 即使到2022年之前 日本自卫队的电子作战部队 人数将会增加一倍 日本的电子作战部队 将要重点争结 传说在日本周边的 集望军的军舰和战机的讯号 最新情报必要说 位于重生附近的里岛 包括公布岛 支援岛 燕美岛 目前正在秘密地规划 为日本的岛屿防卫 有关的军事防卫岛列 也即将要部署 电子战作战部队的熊本县 为日本西部西九州的中心 西部领海 而日本防卫想象 准备把日本这个 新的电子作战部队 已设在冲城岛周边部署的 水陆机动团配合 紧急使可以通过 电子波和红外线 干扰中国大陆解放军 海空方面的军事通讯 不是 根据军情报道险栏 莫长河最新情况 日本军方已经秘密 为了防卫岛与周边 引进了所谓 最新的岸岸对线的导弹 发射装置 明年三月之前 在冲城府近日的河河岛 会部署最新的 岸岸对线导弹的 日本大型的基地 有攻击能 密集的攻击能力控制 有两个装备的岸对线导弹 和空对线导弹的部队 会常驻在冲城周边的岛屿 戒备解放军的军舰穿越 而有香港的军事观察 只是日本的岛屿防卫 军事装备 正在日益多样化成为 以安倍政府调整 提升日本防卫攻击力量的 主要目标 日本军事重点 正向西部的国土拓展 日本的盘算是 一旦出现紧急冲突战争的 事态的时候 部署在熊本县的自卫力 为攻击核心 日本可以把这些岛屿基地 连成完整的 军事防卫攻击的岛列 另外 台湾的中国手法 譬如说日本的陆上自卫队 在9月份 在熊本县秘密地与美军展开过 从陆地攻击舰艇的 所谓第一队舰导弹的 联合导弹攻击军事演习 这是美国 日本首次 在日本国内的军事基地 展开联合的 美日导弹攻击战斗训练演习 在这次美日联合的 实战演习当中 美军首次出动了美军的 高系统性能 多管的攻击火箭系统 而日本方面 出动了最先行的钥匙 第一队舰诱导攻击导弹 分享新闻也展开 岸队舰的导弹攻击演练 牵制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意味 相当的明显 就是要针对经常穿越 日本周边岛链的 几胀军的舰艇展开 攻击的演练 另外 根据军情况的 沈拉莫主要最新情况 9月11号一直持续 将近一个月 日本游澳大利亚 将在日本北部首度 展开日澳举行的 所谓武士道卫士 2019代号的 空中联合的作战演习 演习持续到10月上旬结束 持续时间将近一个月 增加澳大利亚空军 首度派出澳大利亚战机群 包括美军制造F18 F18AB型战机 KC30空中交集 参与在日本本土基地展开的 所谓最新的日澳联合演习 日本航空司队派出的 将是日本 从美国引进的 模拟767改装的 日本的空中交集 日澳之间的军事 战机群的联合演续 互换交集时间 空中的相应支援 和空中攻击的支援 包括燃料补充保障 只得进一步注意的是 日澳联手的 空中战机群的演续 针对东海 台海一位弄后 有中国大陆的军事观察院 也分析说 以往 日本与澳大利亚 同时参与的 空中大规模的演细 通常是由美国空军来主导的 所谓对抗北方 或者红旗系列演细 这次 日本澳大利亚 双边联合首度展开 战机群的 互相支援的 攻击的演练 比较罕见 特别是双方的空军 首度展开日本本土基地的演细 日本招集信念的评论 这次日本澳大利亚 联合的首度的 共同联合的演细 是要强化两国的军事联系 建立一种准军事同胞关系 共同应对 中共大陆在亚太的军事学习 好 片段提到 日本连串的动作 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美日首度在日本本土 展开的反舰导弹的攻击演练以外 澳洲的战机群 飞到日本本土 展开演练 连线向澳大利亚的军事观察员 杨海英 海英已经在澳大利亚 掌握了情报 这次澳洲大规模的战机 飞到日本 到底有什么作战的假想 有没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军事合作 是强化了这个趋势的军事实力 目的就是对抗中国在这个地区 逐渐强大的军事力量 近年以来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拉拢日本 日本自卫队可以说是参加了 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和美国 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不难看出 澳日在广阔的太平洋地缘军事上合作 打造日澳准军事联盟也是 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 它不单单只是第一岛链的遏制 同时还可以考虑到 未来在第二岛链上 也就是在南太平洋区内的军事合作 好 有关每一绕连串的军事动作 围堵中国 我们会密切地关注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在台湾 台湾居然高调地声称 11月要展开与美国 欧洲 日本 在内的联合的实战的网络的工坊 来检验台湾的网络战的能力 提升资讯作产能力 而且美国要把台湾拉入 美国的网络攻击威胁评估中心 綁紧美台的军事关系 看一个片段 台湾的演练强化台湾的资讯安全能力 找出资案的漏洞 台湾的官方声称 这是台湾仿效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网络安全大演练 重点是网络攻防的士兵演练部分 会分为红蓝两大阵营展开对战 包括美国在内 将近15个资讯安全团队 会扮演红军发起攻击 进攻台湾的政府网络 台湾的资案团队 扮演蓝军来防守 以了解各类型黑客进攻的模式 同时 根据军情况的审栏目 爽和最近的情况 台湾官方还秘密地邀请民间的高手参与 充当特别的黑客 以多样的行事试探 入侵台湾的军政电脑系统的方式 台湾官方希望可以寻求防范和破解之道 攻防视频演练是要模拟朝鲜曾经发动过的 网络攻击战术 以金融电力等关键的设施作为目标 这样的网络攻防演练 就要展示台湾的网军如何抵御反击演练 如何控制损害的范围 他也强调 包括亚洲和欧美国家在队 根据军期观的审栏目掌握情报 参与的亚洲国家 会包括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 台湾希望透过这次大规模的网络的演练 学习各地的资讯战最新的技术 建立台湾所谓通向外围的 联络网络强化台湾的资讯安全能力 趁机找出台湾的自然漏洞 更加是首要任务 同时 美国在台协国内出场邝永鲜在台湾 公开地表示 但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威胁 已经不再是强摊的部队 而是以恶意的行为 以网络开放性来对付我们的部队 他也强调 美国一直关注 中国大陆软硬件实力的提升 解放军已经有了战略支援部队 甚至具备了瘫痪对方提防的 网络攻击的潜力 美国会加深与台湾的 网络方面的军事合作 还要协助台湾加入美国的 自动高速分享网络威胁指标的 新的系统 美国还要沿理设立 美台之间的 网络安全卓越交换中心 确保网络链接指挥通讯流畅 而有台湾的军事学者指出 特朗普上台两人以来 美台的军事交流 紧密的程度前所未有 这次台北将要首度举行联合的 大规模的网络攻防演练 仿佛是美台之间一种 不太明显的所谓军事合作形式 不像公开的军售 大陆难以掌握网络攻防的 具体内容和规模 让大陆难以直接的反制 不过已经实际上的提升了 美台之间的资讯电子战略交流 并且为将来预留出更大的空间 最新的情报分析相信 以往台湾军方 较为注重购买的是美制的装备 资讯电子作战能力欠权 台军的电讯发展室 主要负责征收解放选的 无线电信号 资讯作战的心态 台湾军方的心态是 一旦开展 主要资讯作战依赖每日提供的 电子支援和对解放军的 电子干料 这次台湾高调地连同美日欧 展开网络对抗天同行 凸显台湾军方重视 并且强化应用解放军的 资讯作战力 好 本来提到台湾即将拉上 美日欧大规模展开 网络攻防的作战的演练 另外美国也要帮助台湾 提升资讯作战能力 解放军怎么思考呢 稍微来听听台湾和香港的分析 还要关注个消息 就在今天 中国国产第一艘大型的 075两极攻击舰 正式在上海下水 而且情报说 解放军未来要叫四艘 这种4万吨机的大型两极攻击舰 提升两极攻击力 稍后来分析 回到今天的视频 本周关注加剪 台湾高调宣布 机枪拉上美日欧展开 大规模的 网络攻防的实战演练 台湾要演练 能够抵御各方的攻击 今天请到台湾的政细团 香港马里生分析 先问马先生 台湾这么高调地展开 这种网络实战攻防 到底用意何在 用意就在于要打超线战 就是不对称战争 大家都知道 如果打常规战 台湾肯定就不是对手 但是打网络战就另有一说了 因为大陆最大的战略优势 就是突然袭击 它是占有战略主动权的 台湾不可能先发制人 打这个解放军 但是在网络战就不同了 网络战第一个 如果他拉上欧美日本 帮他的忙 那么解放军方面 这个战略突然性 就大大的降低 这是一点 再有一点 就是在这个解放军 发动进攻的伊沙纳 如果台军已经掌握到 他可以先发制人的 用这个电子战来反制 那么如果有了美日欧洲的帮助 它的电子战的水平提高 很可能就会阻碍了解放军的攻台 甚至破坏了这个攻台战役 好 看一下台北的中心文 基本已经在台北掌握了情报 台湾这次联合多方展开的网络战 有什么实际的攻击目标 另外台军的资讯战斗力如何 台湾在支电方面作战能力 还是比较强化在防御这个部分 那有治安专家 其实有对外透露 在整个台湾的 包括军警 调等等 大概有90%的能量 释放在如何进行 网络安全的管理和防御 在攻的部分 其实就体制的关系 那这种官方的能量 其实相对比较有限 而这个部分过去以来 常常倚重于台湾民间的力量 比如在汉光演技 或一些操演里面 担任骇客或入侵者的角色 来进行相关的攻防演练 好 看一下吧 现在美国还要拉上台湾 加入网络战的交换情报 中心 几方军怎么防犯 中国大陆要是解放台湾的话 它这个网络战 信息战 一定是要用在斩首战 用在点穴战上面 也就是说 要用中国网络战的优势 来打一场速胜战 一定要速胜 那么速胜怎样才能达到呢 恐怕还是要发挥 这个中国的传统的人民战争 这个特色 也就是说 你是勾结这么多国家来 那我不用 就像彭特怀所说的 我这么多亿人民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本身就是一个联合国 跟你打人民战争 好 谢谢大家分享本周的交换 台湾即将举行大规模的 网络实战攻防的演练 来提升台军的所谓 资讯作战能力 接下来我们会密切关注 本周另外的交换 就在今天 中国第一艘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正式在上海下水 进入军情互动 上海的互动造船厂 正式中国第一艘大型四万吨 机的两栖攻击舰 零栖攻击舰 零栖攻击舰 正式地下水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情报说还要造四艘 这类型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到底有什么作战的需要 就为了新中国国庆 拿出很多武器装备 但是武器装备拿来干嘛呢 拿来打仗 打谁呢 这可能性就很大 有可能打日本 有可能打美国 有可能打印度 打越南 打菲律宾等等 当然也有可能打台湾 这是最重要的 打台湾呢 关键是要过海 过海关键是两栖舰 所以这个两栖攻击舰 正当其实 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北京 进行了国庆70周年 大规模阅兵的最后一次耸彩牌 而中国军方在昨天 也高调地宣布 下周要举行的国庆70周年 最大规模阅兵当中 一些重要的装备的特点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预告一下 关键是国产 现役 主战就是主要的作战装备 而且是信息化作战装备 大量是首度亮相 下周拭目以待 节目最后 看看总彩排的画面 以上 军队观察史 下路3 我们再见 gob正 前面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